Hello 大家好 我是下巴仔 難得放兩日一夜 當然是要回深圳 找下哪裏有便宜靚正的食物 和有好地方走 今次要去的是一方天地 應該也有不少人介紹過 但今次下巴仔想跟你說 為何要在這裏留兩日一夜 今日依然在福田口岸過關 最喜歡這個口岸是直撥地鐵站 只要搭4號線搭到龍華站 記得不用轉車 到站後在A出口出 抬高頭看著長江中心的方向走 走10分鐘左右就已經到達一方天地 一方天地這個商場是非常之大 它是分為ABCDE區 而每一個區都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店舖 說真的 兩日一夜都未必能走完 所以下巴仔今次會抽幾間重點的店舖 介紹給大家 山場水縣入到去 當然要慰勞一下小肚子 這次我們選的餐廳是菜蘭港式點心 菜蘭這個名字我小小已經聽過 其實我不是衝著它的名氣而來 而是它最近推出了套餐 是以手拆金蟹來做招來 所以就成功引了下巴仔過去 餐廳的座位不算多 但盛在位置都夠闊落 之前都有觀眾留言想下巴仔教 怎樣在大眾點評到買到的優惠券 其實很簡單 先決條件就是你要有一個可以收到短訊的內地電話號碼 或者在片尾的時候下巴仔再說多些 一百六十二元人仔 二人餐 說便宜不便宜 說貴不貴 都真是要好看它的食物質素 今次這個金蟹的套餐 裏面是包了三款蟹的菜式 另外還有兩個點心 和一下白灼菜心 快點進入主題 先試個黃金蟹鉗水蒸餃 白淚透紅的外表真是非常吸引 這個水蒸餃其實裏面是藏了原隻蟹鉗 所以一咬下去那個鮮味是真的爆發的 蟹鉗肉 質地是紮實些 吃得出是新鮮 這個好好味 另外一個黃金蟹甲呢 我自己也很期待 一咬下去你會先感受到 那個外層是敲得很脆 原來裏面是藏了一些蟹籽 蟹肉 還有蟹膏 整個口感都很棒 但去了下白仔試日最期待的 大富豪黃金蟹粉拌飯 就有少少失望了 滿心歡喜 以為入口是充滿蟹黃的香味 但不知為何會吃到一陣蕃茄的味道 而且都很濃 另外兩個點心 鮮竹捲和馬拉糕表現都正正常常 菜心就沒什麼好評價了 而飲品方面 點這個套餐其實還會送了一壺山楂汁 因為我特別喜歡喝一些酸酸甜甜的食物 所以這個我非常喜歡 而朋友比較喜歡喝茶 不過留意這裏是會收茶位費6元一位 這間餐廳其實還有很多招牌菜式 有些都蠻有趣 有興趣都可以來試試 飲包食罪 充滿好電子後 是時候去逛逛了 來到B區 高調純期是一定要去的 加上我們去的日是平日 但重點評上的優惠真是超級抵 嚇死人 39.9 任唱5小時 所以你現在聽到下巴仔的聲音沙沙的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當日唱得太買力了 想買些手信送禮呢 這間靈塘藍袋也不錯 寧謝糖的意思 裡面是主打一些健康的零食 好像都蠻受歡迎 大家不妨去看看 走過去市區 經過那條接駁天橋 我掛著的碎杏咖啡 就出現在我面前 馬上煮一杯 依然是買券 9.9一杯咖啡 真的沒得彈 市區還有一間叫做朗媛的店 是一個有四層的大型娛樂城 1樓主要是一些有關音樂的電子遊戲機 2樓是夾娃娃機 3樓是其他的遊樂設施 保證你進去一定大出血 還有玩到全天都不肯走 好了 成功逃離了這間朗媛遊戲城之後 另一樣令我停下腳步的 就是這個室內跳傘 真的好像很好玩 六百多人仔 體驗了空中飛行的感覺 你們又覺得值不值得呢? 我們進軍去到D區 首先看到的是肥腫難分的比卡超 跟他打聲招呼之後 發現這裡的店舖 比較適合年輕人口味 而令下巴仔最深刻的一間 就是這一間 它叫做Unpop Store 真是超級超級有趣的店舖 裡面很多奇奇怪怪 蠟蠟雜雜雜 但又會令你想笑的產品 門口迎接我們的 先是這個催氣的打鼓公仔 看到它的頭頂貼著一張告示 說自己有多辛苦 但被我發現了 它根本是偷工減料 都沒有打鼓的 這個漂亮的盆栽 原來是洗碗刷 馬桶造型的它 原來是一個沖茶的用具 有沒有想過 要為你家裡的白潔布 找一張舒服的床呢? 這些手機殼 都心得下巴仔心 簡單的幾句說話 好像偷偷把我的心聲說出來 咦?這個蟹鉗那麼像塵相識? 這麼像剛才下午在菜蘭點心吃的蟹鉗餅一樣 這裡都真的超級好走 很適合年輕人口味 最後去到伊區 將會是大家都略有所聞過的山寶超市 我們有拍到片 遲些有機會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方天地這個商場 由五個區域合起來 大大話說 都有差不多700間店 雖然下巴仔 雖然無法逐一介紹 但是還有看到很多店 很有興趣想去逛逛 即日來回的你們 去回A區 走這個超市 應該都差不多時間 要回香港了 萬家City這個超市 本身覺得它平平無奇 而且又不算很大間 也不值得逛 但是誰知道下巴仔 在裡面買得最多的是水果 出奇地 它的水果很便宜 不信? 你自己看看吧 最後我們買了 提子 芒果 對於兩日一夜的下巴仔來說 當然要探索一下它周圍的夜市 先不要去到那麼遠 其實一方天地 自己裡面也有一個夜市 十幾檔 但是款式種類也多 而且是商場裡面 衛生 乾淨 價錢略貴 但是很適合一些觀眾 如果拍夜市夜食 髒的話 這裡可能可以滿足到你 今次我們入住的這間酒店 叫做 海龍國際酒店 距離A區 都是走8分鐘左右的距離 這間酒店 都開幕了一段時間 從它的外場 或者裡面的裝修風格 都看得出是有點年紀的 今次我們預訂三百多元一晚 其實都是看它的位置方便 不過有驚喜的是 但是 房間真是超級超級大 始終我們都只不過想簡單單單 找個地方住一晚 沒有特別要求有什麼酒店設施或者服務 這間我覺得都滿意的了 回到酒店 計算一下今天用了多少錢 今天總共花了二百多元 這張圖可以一次過講完 買券的重要性 用大眾點評或者美團的券 這樣省省了 都省了三百多元 所以如果大家偶爾會回內地玩 申請一個內地的電話號碼 絕對會令你省了不少 還有你想在內地買外賣或者叫車 都需要用到電話號碼 去到這裏 你會立即想 在內地上台要親身上去 而且月費貴 每個月要三十多元不得止 還要給它綁四一連約 另外一卡兩號的方法都不算可取 而且月費也很貴 所以今天都想推介一下 這個eSender 它其實是一張虛擬的電話卡 裡面是沒有上網服務 簡單來說 每個月只需要用到十個錄 你就可以有一個專屬你的電話號碼 拿來收短訊、驗證碼等等 甚至是申請時 你用下巴掣這個優惠碼 還會送多三十天 所以 除開平均每個月都是9.8港幣 加上無需簽約 你可以自如選擇 想要一個月還是12個月 用這個eSender 不需要特意再下載APP 用你的WeChat 就可以開到 打開之後 第一步你要搜索eSender 二博通這個官方帳號 記得先按關注 這一刻很重要 因為你是關注了 你才可以拿來收短訊 之後就可以選擇這個登記開通服務 選取中國大陸號碼 然後普通號碼註冊 選擇非中國大陸身份證 選擇非大陸身份證註冊 就會多七日免費試用 然後根據指示 填完所有資料 最後同意條款和細則 你已經叫做獲得一個新的大陸號碼 不過這一刻還未能用 因為還是要做十名認證 這裡有各種語言 記得選中文 成功填完 再即時拍證件和自拍照 簽名和同意條款細則 等大約半日核實時間 就大功告成了 示範給你看 我們在大眾點評買券 在WeChat 中 已經收到短訊的驗證碼 這麼快還買到優惠券 過關就不需要太麻煩換線卡了 這裡還可以做一些繳費增值的服務 無論是套餐續費 增值餘額 或者升級e-sender 做實體電話卡 用了它的數據服務 都是經WeChat 微信公眾號 就可以做到 真是超方便 另外反過來說 如果你是長期住在內地 想攜香港號碼轉台的香港人 這個e-sender 都有一些優惠 每個月最便宜都可以去到九個幾 當然 如果你用下巴仔優惠碼 是會免費享用額外十五日 有了這個服務 好 你以後想收一些香港銀行的驗證碼 或者想保留WhatsApp的話 用這個就可以了 以及將它升級至實體卡 做一卡兩號電話卡 下巴仔在接觸了這個e-sender 的服務之後 真心認為是又抵抗又好用 試想一下 其實我們買券一餐省的錢 都夠給好幾個月月費 所以真的非常值得申請 而且它還提供七天的試用 以後回深圳玩 再可以便宜上加便宜 拿著內地電話號碼 再訂購酒店、訂購車 整個玩樂都可以變得更方便 提提大家 這張只是一個虛擬的電話卡 是沒有上網的服務的 大家可以按需要升級做實體卡 這樣就可以用數據服務 在內地電話的加持之下 這次下巴仔在一方天地玩 真的省了不少錢 所以變相我們都可以很奢侈地玩兩天一夜 下一集我們會說更多 在這個一方天地附近的夜市 超市 甚至是小食街 下巴仔還會忍痛大公開 我最愛的手信店 你的subscribe和like是下巴仔的動力 請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拜拜